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楚公子 你这么跟着奴家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喜欢奴家呢 丁家主乐上好事 你们魔教为了一己之私 竟灭人满门 该杀 奴家也只是奉命行事 楚公子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不好 这些有毒 今时 你要命丧于此了吗 这是魔教的企划 居然是纯阳之体 玄阴之体 乃最佳炉顶体质 但若与纯阳之体双修 武功可一日千里 双方皆有益 若采阳不阴 效果堪必双修之法 看来老天都在帮我 你醒了 敢问阁下 会和捆腹与我 不是我哪里得罪了阁下 你我素不相识 那这是何意 你中了魔教的七月花 如果没有解药 三个时辰之内闭死 我给你解了毒 你是不是应该报答 多谢阁下救命师 不知要我如何报答 很简单 借你的纯阳之体一用 阁下救命师 我愿用吉他的来报答 只于这 恕我不能答应 没用的 这铁链 是由玄铁打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一点儿入信的小公园 长夜漫漫 既然无法征途 不如连些经历 与我一起享受这游戏之后 花飞行发誓言 这天下狂青千万分 值得起予一眼 桃花心自愿 心都睡着寒 陪恩质什么时候见过 九月初八 扬了这么多年 是该发挥他的用处 据说用寻音肢体的人 当炉顶 武功可一日千里 属下恭喜教主 当年若不是他父亲不识好歹 也不至于灭他满门 这段时间我要去分会视察 你给我好好看着他 是 这干什么 浪漫是卷有几度 转世间最烈的酒 我唱了你一高楼 看尽天下何人可思考有我 趁着西雾红的流 你又对我下药 你又对我下药 整世间最烈的酒 我唱了你一晚梦 温尽天下何人可思考有我 盛子 盛子 教主有请 啊 终于来了 教主 听说你这段时间出去了 是 出去玩了几天 哦 是吗 真是天生有 古天成 你没重要 我知道你们的阴谋 又岂会毫无防备 看来你也没那么蠢 今日 就为我廉价满门报仇邪恨 你的血 刺点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大言不善 你的武功都是我赤月较较的 拿什么本事报仇 谢谢你就知道了 你武功 怎么一下子经经这么多 这不可能 没必要知道 小子吧 今日赵诸位前来是有事相依 什么事啊 教主呢 教主昨夜忽有所感 决定闭关以求突破 临闭关前 让我暂待教主一职 昨日我等还见过教主 并未听他提及此事 教主也是临时决定 怎么 你这是在质疑教主的决定 不敢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 那就汇报一下教务吧 是 你猜猜你中心耿耿耿的下手 有没有发现你失踪了呢 要杀要挂痛快点 别像个娘们儿养磨磨叽叽的 让你这么轻易地死 难消我心头之恨 我要你看着我怎么一步步 毁掉赤月桥 毁掉你最重视的东西 你不是喜欢把人当楼顶吗 那你也尝尝被人当作楼顶的滋味 你看 进来 师兄 你回来了 小师妹 师兄 你这次下山去了好久 是碰到什么事了吗 有点事耽搁 我先去见师父 师父 玉儿回来了 此次任务可还顺利啊 上课 过来 我看看 你的内力 怎么回事 出了一点状况 不碍事 你 这是元气丹 你且浮想 这段时间 就不要再接任务了 谢师父 真是风魔了 师父 明剑山庄递来蜻蜓 你带着青儿和燕儿一起去吧 他们也该历练历练了 是 这个好看吗 好看 师姐带什么都好看 有嘴滑舌 我那是真心话 难道 师姐要大舍凶手好看 才相信吗 你胡说什么 你 师姐饶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执着 你胡子 这味道 公子 又见面了 是啊 真是小的 我还有事 告辞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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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 这么入神 师姐都喊你好几声了 什么事 哦 师姐也想晚上去画房逛逛 听说杭州的画房特别有名 师兄要一起去吗 你们去吧 注意安全 好 大师兄放心 我定会保护好师姐的 谁 是你 怎么 来报仇的 我救了你一命 你还我半身功力 我们两千 你说两千就两千了 你说两千就两千了 现在木已成舟 你想怎样 难道 是对那七日十岁之位 想再续前缘 大切 少了一笔细烂醉剑 想看怀抱明月 却聊到待一生沉绵 少年 轻狂的散起 笑给一摊 花笔心 发誓言 这算 暴风吗 夜夜入我梦中 问我心神 你是识人惊奇的妖精吗 趁这些 又不能留 只分情 无论的妥妥 多久 我梦是卷有几个 该死 不愧是纯阳之体 真是经历罢生 圣子 说 那人名叫楚玉 是无力盟主的大弟子 此次是前往明鉴山庄 参加老庄主的寿宴 知道了 武林盟啊 可真是有趣呢 感谢诸位白盟之中 抽出时间来参加 彼人的寿宴 趁着这大戏之日 我再宣布一件事 此剑名为惊天 乃是我毕生所住 最后一把剑 今日 就为它寻一位有缘人 这个是绝世宝剑 从明鉴山庄出来的剑 没把我在兵器库排行网上 是啊是啊 老庄主的寿宴 真是乐 吃月教 吃月教来干什么 魔教之人 来了必定没好事 不知圣子所来 为何事啊 当然是来给庄主喝瘦了 顺便一赌 这绝世宝剑的风资 来这是客 那么接下来 请大家自行切磋 圣者领付万两黄金 即可得赐宝剑 我来领教领教 楚公子的剑手 请 承让 还有人要上台吗 既然无人上台 那这剑 就归我赤月教了 你来了 你知道我要来 今天在明鉴山庄那样算计了你 就猜到你会过来 为了这把剑 你就那样不顾惜自己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只要你开口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何必硬爱我一张 让自己受伤 这么一把绝世宝剑 你说送就送 不心疼 你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先前那般是为了我的功力 今日是为了这本剑 昨夜与我缠绵 又是为了什么 没想到与楚大侠不过相处几日 就如此了解我 也是 楚大侠作为名门正派的楷模 自是看不上我这等魔教之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楚大侠是什么意思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 我想要一同武林 你也可以帮我吗 楚大侠 做不到的事 不要轻易许诺 夜深了 楚大侠请回吧 你怎么 楚大侠想留下 与我一度春宵吗 哼 真是将万象归聚 想念你哭泣 想念你人心 想念你的脾气 为你背叛身影 为了你伤自己 独自装上黑暗的灵明 为你 你 我有事要处理 你跟师妹先回五灵灵 无必等我 世纪 世纪 为知不去的海 灯花在飘零 那知不如的声音 你歌曾细细听 我曾在意不愿距离 情深牵掩 这温泉效果 真是不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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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我自己 完结不复归去 回之不去的海灯花在飘零 那只可我身影 你歌曾细细听 我曾在你不远距离 关于心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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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不愧为绝世抱歉 真是惨啊 杀了我 杀了我 想死啊 我偏不让你如意 都这么久了 也没人来救你 看来 已经没人记得你这个教主了 杀了我 杀了我 无趣 诱护法 这是做什么呀 我知道教主失踪是你做的 快把教主放了 诱护法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你说是我害了教主 可有证据 是与不是 让我们搜索就知道了 搜可以 但你们若是搜不到 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搜 这里没有 这里没找到 教主 属下就将来吃 请教主责罚 又无法救本座有功 自不会多怪 没想到你还能活着走出来 抓住他 别杀了 本座要活寡了他 快走 你怎么样 没事 受了电伤 我们快走 休息一下吧 我去找点吃的 来吃点东西吧 好 今天 谢谢你 他们为什么围攻你 我囚禁了教主 被他们发现了 是为了教主之位 不是 为了报仇 十五年前 我还是个五岁志同 父母恩爱 一家人快快乐乐 有一天夜里 突然闯进来一群黑衣人 不由分说 见人就杀 我父母趁乱把我藏了起来 自己去面对那些凶徒 我 就算杀他一万遍 都不足以笑我心头之恨 我去打探过了 前面有一个小镇 我们去哪里 好 这个小镇远离武林 还是荒屁 没有找到治疗内伤的药 不打紧 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是为了我 连命都不要了吗 我心愿于你 我们 怎么突然提到这个 对方 可俗进宫里 更何况我们一个种 本就是最亲和的 你是真的想与我 好似作画之人提笔我 自作者 许许说 小公子 可有婚配 未曾 我家姑娘年方十六 与公子年龄相符 不知公子 可有一许个亲 我家姑娘年龄十五 屁股大好伸扬 学我家 我家姑娘十岁 可以做头脑席 我弟弟一许了亲 就不劳各位黑心了 我家姑娘年龄十五 我家姑娘年龄十五 这么多人给你许清 你中意哪 嗯 怎么 吃错了 嗯 就是吃错 我已有心悦之人 怎么会中意他们 心悦之人 是谁 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 不准你见他们 好 不见 小莲花 你是我的 是你的 我不怕 我睡了 说不出口的想念 肩肩肆肆肆肆肆肆 没想到前教主救出没多久 就被幼虎法取而代之了 前教主武功倍费 怎么服众啊 是啊 幼虎法武功高强 更适合做教主 哎 曾经高高在上的教主 被人背叛两次 真是令人唏嘘啊 是啊 可惜这次 没那么好运 直接被杀了 你说教主被幼虎法杀了 真是报应 我出来许久 也该回武林盟了 你跟我一起回去 我一个魔门之人 跟你回去不合适吧 你是我的爱人 当然要与我一起回去 你师父要是知道 他的爱徒 被魔门的人怪跑了 不得杀了我 师父是个很好的人 获达开明 他会同意我们的 好 我跟你回去 师兄 这位公子是 我爱人 延迟 爱人 不可能 怎么会是爱人 你们都是男子 怎么能在一起 男子又如何 一定是你这妖人 蛊惑了大师兄 小师妹 大师兄 我讨厌你 你不去追 不用 师父 这是我的爱人 莲耻 你是持月教圣子 以前是 莲指他 已经脱离持月教 你认定他了 非他不可吗 是 此生为愿与他相伴 你呢 也愿意与月儿相伴一生 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你们不仅身份对立 还皆为男子 不被世俗所接纳的感情 能维持多久 只要我再一日 就爱他一日 就算会遭受 使人异样的眼光 和数不尽的流言蜚语 也不在乎吗 是 我不在乎外人怎么看 我只要连续 知道了 下去吧 谢师父成全 你师父 这是同意了 走 带你去看看住的地方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喜欢吗 以后 也是你住的地方 跟你在一起 住哪里都喜欢 嘴这么甜 只吃了蜜糖吗 是啊 要不要 尝尝 我去练舞场了 桌上有早饭 你吃完来找我 我带你四处逛逛 今天先练到这里 这谁呀 长得真好看 是大师兄的媳妇 也太好看了吧 他对我笑了 我的小心脏 小心大师兄 揍你 大师兄才不会这么小心眼呢 再加练一个时辰 不要 不要 我的师兄 你的师弟师妹们很活泼呀 都是一群小孩子 走 带你去逛逛 真想把你藏起来 不让人看见 醋价可真大 怎么样 喜欢这里吗 环境不错 适合酒居 以后你就是我 武林萌的人了 再也不是那魔教圣子 不是 你的人吗 当然是我的 我一个人的小莹花 溜水 你 玩 好